这个单元呢,是Dilution of Solutions 我现在我念Dilution 美国腔叫Dilution 它那个非常的短,短到有一个 好像忽略,Dilution 那个我学不会美国腔 来,Dilution of Solutions 容易的稀释是添加溶剂以降低它溶子的浓度 溶子的浓度啊,好来,这边 我开个玩笑,阿云吃坏肚子 在教室里面放了臭屁 但是几分钟之后呢 它就被稀释掉了,味道就淡掉了 这就是一种稀释 这边的稀释呢,就是The Product of 这个Product不是产品 这个叫做成绩 Product叫成绩 这个很难懂,成绩是浓度跟体积的成绩 也就是说Amount of Solutions 也就是溶子的量呢 就是浓度 在这边,在这边,乘上体积 在这边,浓度乘上体积 就是溶子的量 这个可以是重量,也可以是末尔素 看你怎么算 不一样的地方,好这边 那溶子的量不会因为添加溶剂而改变 因此呢,溶子跟溶气成绩只是一个固定的量 即C1V1等C2V2,这个要被 浓度,稀释前 稀释后,它都一样 那浓缩也是一样 只是稀释比较好做 浓缩比较困难,浓缩可能要真空浓缩机 好,再一次喔 假设喔,我手上有一包 这个是一公斤重的台糖二砂 台糖二砂 我把它放到一个五公升的桶子 五公升的水,搅完了 好,那里面五公升是水没有错 但是我拿起来 更正喔,搅完之后 体积放,加到五公升 假设我这一桶水 这一桶水 丢到游泳池里面去 加到一个五十公尺游泳池里面去 假设是八道的游泳池 请问里面 这一个游泳池的水 含有几公斤的糖 一公斤,但是你尝不住甜味 因为它被稀释了 但学理上,我这一公斤的糖 就是在里面 这样子OK吗 好,这样子OK吗 这个东西就是浓度很低,这就是稀释 然后发现呢,它可以透过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就是浓度成体积 稀释前,等于稀释后浓度成体积 来,我们来看 before,在这个之前呢 它的体积 Lower volume 体积非常的小 Higher concentration,浓度非常的高 之后呢,这边是50 稀释到250 这边是250 这边是250 这边可能有错 来,我把它框起来 这边刻度有错 我必须要回报它 我必须要回报它 这边不是250 这边是125 所以它 它在算的时候 可能没有算好 那没有关系 这刻度这边不是250 好,来 它橘色变得比较淡 这不是它的错 这是它从边的图拿来的 从边的图拿来的 然后但是 我既然用它的错 我责任以物跟它讲 这地方不适当 好,这边 这个图说明有更多 溶剂跟溶液混合的时候 它只不变 它浓度降低 它的浓度会降低 好,再来 图5.4.3知道说 如果其实浓度是C1 其实浓度体积是V1 C4之后 变C2乘上V2 好,OK呢 然后呢 如果该方程中 四个变数的三个 已经知道 算出第四个 好,这个算出第四个 好,这个算出第四个 来,我们来看看 警告 注意啊,Caution 我翻译成注意 不要翻译成警告 警告是Warning 请记住 翻译成是两边的浓度 跟体积 采用相同单位的时候 如果单位不同 必须把它换成相同 好,这个没问题 来,我们看例子 这边 自备250毫升 2.00浓度 墨浓度的HCL 需要多少体积的 11.3 M的HCL 它这个数字 其实很奇怪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尊重它 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套用它的公式 我知道各位 没有感觉 等一下我跟各位讲 我跟各位讲 我画图给大家看 大家会知道 我先画图给大家讲 好,这边 假设我手上有这一包 台糖1公斤的2砂 这边有一公斤的2砂 对不对 这边的体积是多少 这边的体积 我把2砂丢进来 1公斤的2砂 sugar 这边体积是5公升 那搅完这5公升 1公斤的色糖的话 其实还蛮甜的哦 假设我把它搭到 我家里的大锅子里面去 好,搭一个锅子 煮弄粽子的那种哦 这体积假设是20公升 请问这个整个倒进去 而且加水加加加加加 加到20公升的体积 请问它里面的sugar 总共是多少 一样是1公斤啊 一样是1公斤 但是它甜度非常的淡 甜度非常的淡 好,ok 但是它的总体积是20 总重量的甜 还是1公斤啊 没有变 因此呢 我们写出了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稀释前的浓度 这边浓度是多少 它百分的浓度是 1公斤 除以5公升 浓度乘上体积5公升 会等于浓度 C2号乘上20公升 ok咯 好,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这个C2号 这边是 这边是0.2 这边的话算出来就是0.05 0.05 0.05 所以这边 OK 浓度很低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公式就是因为 怎么算它的融子都不会变 它是稀释 它不是加料哦 它是稀释哦 好,来 我们往下走 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 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说 这边我用图解法 图解法 我就说 我必须用高浓度 11.3 HCl 11.3m 多少体积不知道 但是呢 我最后要变成2.00m 体积告诉你是250ml ml ok 好,来 那它告诉你 how much volume 它没有告诉你公升或 都没有关系 来,我们它用公式 C1V1 等于C2V2 C1呢 假设是这个 11.3m 乘上体积1号不知道 另外一个呢 会2.00m 乘上体积250 如果250是毫升 我们就是一直用毫升 ok,那V2 V1就个一项 V1 V1 等于 11.3 移到这里来 单位我不写 因为秉持 台湾传统 不写单位 2.00m乘上 2 5 0 算出来就是毫升 ok,多少 我们来看 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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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就是 爸爸写的 不是 对不起,我二了 我跟孩子讲话就是爸爸写的 是不是 是阿元写的 2.00乘上250 除以 11.3 算出来是 44.2 44.2是毫升 44.2是毫升 好 ok,来我们再看下一题 将100毫升的0.25 木耳的NALH 稀释到500毫升至倍的 它的 木耳浓度是多少 好 这边是木耳浓度 稀释完是木耳浓度 很好 算 最害怕担心的 就是它给重量百分浓度 或体积百分浓度 给你换成木耳浓度 你就必须再绕一个弯才能回来 来 这里 好,我们要用同样的公式 同样公式 C1 V1 等于C2 V2 好 像我以前出过一个考题 就是 稀释完之后 需得到多少浓度 请问这时候呢 又加入多少 融剂 融质 然后会形成多少 那阿远很记车的 C1 0.521 木耳 乘上100毫升 ML 等于 木耳浓度多少 不知道 写个C2 体积 500毫升 OK 那一样 移向 把C留在这里 C2留在这里 500移下来 100在这里 0.521 再写一次 那也就是说 我们先来讲一件事情 如果它浓度是0.5 是100 C4成5倍之后 它浓度会变成1分之1 来 也就是说 1分之1 0.251 的1分之1 大概0.1多 0.1多 来我们来看 0.104 算出来0.104 OK 先这样子 我就不多说了 来我们再往下走 再一提 多巴胺 Dop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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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我们保育需要被 Dopamine is administered administered 对不起 这个字我念不好 administered OK 它是口服的 对不起 它是静脉注射的 以身高血压 自备250毫升 0.03% 的多巴胺 需要多少 取多少呢 是从4%去稀释的 从4%去稀释到0.03% 好 再一次哦 我需要比较稀释 比较淡的0.03% 体积这么多 那我需要多少 4%比较高浓度的呢 来我们来看 这一样意思 一样我们C1V1 等于C2V2 等于C2V2 它百分比对百分比 这个很好算哦 也就是说 这里 我需要250毫升 乘上0.030百分比 会等于原始浓度4.0百分比 会等于原始浓度4.0百分比 重新排列 算完了 会等于5毫升 这整个算完之后 是5毫升 好OK咯 这边的话 我讲得非常快 但是我会在课堂上 带着我们视频笔记 题目带着大家的留言 因为这次我有出借我们的收写版给大家 OK来我们先换一个档案